前文再續的書接上一回 話說韓正對衛天鵬說起很多高手因為葉開而來到冷香園 西門十三個心覺得很奇怪 他忽然發覺每個人提起葉開這個名字的時候 都會露出一種很奇怪的表情 無論是敬佩、是憎恨、還是驚青 都表現得很明顯、很強烈 一個生寶的年輕人怎麼會有這麼大的魔力呢? 那實在令人不可思議 西門十三個心覺得自己很幸運 因為他不是葉開 他突然發覺做一個平凡容族的人 有時是一件很幸運的事 衛天鵬沉默了很久才慢慢說 一年之前我還沒聽過葉開這個名字 但是現在他突然變成了江湖中最有名的人 韓正說 這個人挖起江湖的確是個奇蹟 要造成奇蹟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當然,絕對不是 他真的有傳說中這麼可怕嗎? 他並沒有殺過人 甚至根本就沒有出過手 江湖中幾乎沒有人知道他的武功深淺 嗯,或者這些就是他的可怕之處 但是最可怕的還是他的刀 什麼刀? 飛刀 韓正面上忽然又露出一種很奇怪的表情 他慢慢接著說 聽說他的飛刀只要出手 就從未落空過一次 衛天鵬面色也變了 他忽然想起一句說話 小理飛刀勵不虛法 這句話本身就好像有一種足以奪人魂魄的魔力 幾十年來 江湖中從未有任何人對這句說話有個絲毫懷疑 更加沒有任何人敢去試一試 甚至連當年威震天下的少林四大高爭都不敢 那二十年前 小理探花獨上松山 竟然將武林中從未有人敢輕越雷池一步的少林寺 當成無人之地 少林寺上下幾百高手 竟然沒有個人敢出手 今天的葉開 難道也有這樣的威風這樣的豪氣 就算他也有這樣的本事 珍珠城主和南海良知的手段 也絕對不是那些出家人能夠比得上的 衛天鵬慢慢說 珍珠城遠在天外 城主歐陽兄妹武功之奇傳 就連當年的伯曉生都覺得莫測高深 所以才沒有將他們列在兵器譜上面 何偉震話 此也因為筷子島上的弟子 都是同胞商生的兄弟姐妹 就像筷子一樣 從來都分不開 所以兵器譜上武烈 為天鵬咬咬頭說 兵器譜上武烈摸刀高手 但是連白曉生自己也不能夠不承認 如果以杀人制定的武功而论 魔教中至少有七个人 可以排兵器谱上的前二十之内 是,魔教中人互相猜疑,互相残杀 魔教中的高手听说早已死了 但是南海良子千变万化 武功秘技绝对不在魔教七大天王之下 嘿嘿嘿,你老人家手上的这支十方鱼耳棒 只怕亦可以和当年兵器谱上 排名第一的天机棒比一比高低了 哈哈哈哈 叶开如果知道我们这些人在这些书等着他 他还敢来吗 突然间有个人滋滋油油地说了 他一定会来的 因为他非离不可 这些声音优雅而神秘 说话的人似乎就在我们身边 又似乎在很远的地方 为天鹏笑声突然停住 面色在边 过了很久才试探着问 你是南海良子 多年的故人 你难道连我把声音都听不出吗 你这些声音似乎更加近 不过还是看不见人 为天鹏颜头已经飙出冷汗 他勉强笑着说 既然来了 为什么不现身相见 你真是想见我吗 多年渴思 但求一见 好 你跟我来 声音又似乎已经到了远处的黑暗之中 黑暗中忽然亮起了灯光 碧绿色的灯光 就好像鬼火一样 在寒风中闪下闪下 还看不见人 为天鹏迟了一下 忽然拍拍韩正的肩膀 说 你也跟我一起来 西门十三总算坐下 这个心 就被刚才弯腰站住的时候 还要难顶 天地间似乎只是剩下他一个 为八太野是他的师父 只带着那个多嘴的韩正走了 似乎根本已经不记得 还有他这样的人在旁边 这个世上 似乎没有一个人看得起他 简直就没有一个人将他看在眼内 的确 一个人如果连自己都轻视自己 又怎么能够期望人家看得起你呢 他出力抓住拳头 内心充满了委屈和愤怒 他发誓要做几样惊人的事 让大家都知道 他西门十三 并不是一个没出色的人 让大家都跪在他面前 拿着他的脚 只不过 要怎样才能够做出惊人的事呢 他根本连一点头缀都没有 他个心不如都又纏着那么痛 唉 不如还找个地方 痛痛快快大饮一场 等到饮醉了 就会觉得自己是个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大英雄 只可惜这个大英雄现在还要自己要套马赶车呢 他叹口气 他叹口气 没来心机的站起来 忽然间 听见车厢外有人说 你一个人坐在这树 不觉得寂寞的吗 还是刚才那些神秘而优雅的声音 但是口气呢 比以前更加慢 更加柔和了 西门十三全身都已经冰这么冷 就好像一下子跌入了个心不见底的冰洞里面 这个人的臉是死灰色的 轻油的长袍上面是鲜血淋里 喉咙上面还穿了个洞 竟然正是刚刚刚死在韩晶吹下的那个姐姐 他死灰色的面上完全没有任何表情 双眼好像死语般凸出来 嘴角也带着血迹 哎呀 这阵西门十三天 这脚都远了 冷汗已经湿透了衣服 他实在不敢再看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目光竟然偏偏冒发 只从他的臉移开 你看着我 我知道你一定会看着我的 这些本来是他生前讲话的声音 但这些声音的确是发出来的 我本来是真心喜欢你的 本来决心永远陪着你 只他们狠心杀了我 令你孤孤单单 没有人陪我 声音又变得凄凉幽怨 死语一样突出的眼里面 竟然有两河眼泪流出来 哎呀 西门十三只觉得自己的心已经碎了 刚才的恐惧忽然又变成了满康的悲愤 你这个世上 始终还是有人看得起他的 只但是你这个人已经死了 而且就死在他面前 而他呢 只有在旁边眼白白地看着 他们好狠心啊 竟然当着你的面杀了我 他们根本没把你当成人 他的声音更加幽远 但是我知道你一定不会 令我就这样含冤而死的 你一定会帮我报仇 让他们知道 你并不是个胆小没用的罗夫 西门十三扎实拳头 慢慢咬下头 好生气的说 我会让他们知道的 我一定会让他们知道的 哦 那实在太好了 你为什么不去杀了他们呢 半空之中 忽然间有样东西跌了下来 跨了一把锋利的刀 你只要能够杀了韩正和魏天鹏 你就是江湖 我死在狗泉之下 亦眼闭了 声音又是渐渐飘忽 渐渐走远 这些是我最后的要求 你一定要答应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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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越来越远 他就一只消失在凄迷的冷暴之中 然后他的人就跌下了黑暗 无边无险的黑暗 西门十三突然冲出去握住他的手 他的手早已经僵硬 显然已经死了很久很久 但是刚才的确是在说话 地上的确有把闪动着寒光的短刀 西门十三用的掌心已经滲出冷寒的手 债了这把刀 你只要杀了为天鹏 你就是江湖中最了不起的大英雄了 你震他的臉因为兴奋而扭曲 但是双眼却是胸胸动动走死人似的 他握住这把刀 收在三袖里面慢慢走出去 凄迷的冷暴 迷慢于大地 风更加冷 但是他已经完全不觉得寒冷 他就甚至盛低了一个念头 用这把刀去杀了为天鹏 无风无雪 但是有一阵阵的暗香浮动 香到入深 一片片碧绿色的鬼火 在风中闪下闪下 为天鹏和韩正 走在迫雪的小路上面 他们都知道 现在已经到了应该收声的时候 应该收声的时候 他们就绝对不会开口 路面好滑 雪烟结成冰 遼阔的园林 只要遼遼几点灯火 疏疏落落 好像朝早的星星那样 小路从一片梅林穿出去 梅花上都积着雪 雪液是香的 忽然间 前面也出现了一点火光 十几个白衣人 好像幽灵 跟着鬼火之后 忽然间又全部消失了 为天鹏走出梅林 才看出前面有一排低线的平房 建筑的适量很奇特 那些幽灵一样的白衣人 看来必定是走进去了 走这时 引路的鬼火也突然消失了 风中又是响起那些优雅而神秘的声音 这次他只说了三个字 请进来 走进去之后 才发觉这间屋飞难止不低 而且显得特别高阔 地下铺满了身夸夸一层不厌的草籽 迎面一幅屏风上面 画着植树的高山 鲜红的花树 看来并不像是中原的蜂蜜 再看看画上的蹄字 才知道 画的是海外扶桑岛上面的景色 鲜红的花树 正是扶桑的名种樱花 樱花虽然好像梅花同样鲜艳 不过就少了梅花的几分气质 一身傲骨 那这一排平房 显然也是依照扶桑岛上的形式建造 屋里面竟然没有桌椅 只是摆着几张矮茶机 矮茶机上的青石竹台 竹暗火低 屋里面还点着一炉香 香气十分之浓郁 正中有一张长茶机 摆着三尺高的观音佛像 手黏扬面露微笑 两个白衣如雪的绝色丽人 垂眉念木宿立在旁边 年纪比较大的那个 风华绝代 怡态万千 年纪比较轻的那个更加靓 靓得超凡脱俗 靓得令人不可思议 那他们当然就是铁姑和心姑 那些白衣人盘室坐在草籽上面 一个个面上还有木无表情 目光看着远处 他们的人虽然在这间屋里面 完全不像是这个世界上的人 向烟缭绕 屋里面显得讲不出那么神秘安静 现在还不是应该讲话的时候 为天鹏也在草籽上面盆室坐下 然后才看见屏风后面 有两个剑微星木 好俊仔的感依少年 好招职的握着剑站住 剑锹上面 用双满了龙眼那么大的明珠 每一粒都是价值言成 人间少有的宝物 他们不单止面貌极迷相似 微语间也同样带着一种逼人的奥气 似乎完全没有在屋里面 这些人看在眼内 为天鹏和韩正对望了一眼 我心都知道 这两个年轻人 一定是从珍珠城而来的 又沉默了很久 兄弟两个人里面 身材比较高的那个忽然问了 南海夫人究竟在哪儿 既然叫我们来了 为什么还不出来相见 她说刚刚说完 优雅而神秘的声音 有时忽然响起了 我就是在这儿 两位难道看不见吗 声音竟然是那个观音佛像发出来的 铁姑和心姑连嘴唇都没动过 兄弟两个人面色变一变 其中有一个冷冷的说 我们兄弟不远千里而来 并不是来看泥索雕像的 你们要看的人就是我 你就是千面观音南海娘子 是 我就是 兄弟两个人突然同时冷笑 同时拔劍 劍光如电 向那个观音佛像刺了过去 他们的出手 招式身法 竟然都是完全一样 一个人就像另一个人的影子 他们的劍法快速轻零 一劍刺出之后 方向突然改变 劍光错落 好像花雨纷纷 突然又响一声 两道劍光竟然二合为一 闪电那么快 刺向观音佛像发面 就这些事 他们突然间发现 观音佛像面上的表情 竟然已经变了 变得又严肃又冷漠 逆走这一刹那之间 那个风华绝代的中年美赴 已经突然间出手 只听见啪一声 两把劍锋都被夹在掌心 跟着听见哆一声 劍锋竟然硬硬被他打断了一诀 珍珠兄弟显然是因为观音佛像的表情改变 而震惊失手 这阵时 他们居然临危不暖 脚步一线 同时后退了八尺 回到屏风后面 两把断剑又已经入肖 他们反应虽然快 但是面上还是忍不住露出惊讶的神色 事关他们已经看见 这个很漂亮的女人 竟然将他们的断剑吞了落土 哎呀 他们几乎不相信自己伤眼 你两把剑的锋 这两把剑的锋利 他们自己当然知道得很清楚了 你这女人的肠胃 难道真的铁住的 这阵时 南海良子那把神秘的声音 似乎轻轻弹口气 哎呀 欧阳城主不应该叫你们来呀 镇住兄弟立声不出 南海良子又说 就凭你们兄弟这样的人 又怎样能够对付到叶开呢 镇住兄弟几乎忍不住大声说 叶开也只不过是人来 他们兄弟两个人虽然一个人说话 但是另一个人的嘴唇 似乎也在这儿动 南海良子说 没错 叶开也是个人 不过绝对不是普通人 镇住兄弟嘴角带着冷笑 满面很不服气这样的样子 南海良子冷了的说 如果论武功 你们这些人里面 或者没有一个人能够避得上他 镇住兄弟冷笑话 哼 他如果来了 我兄弟第一个先要领教领教 南海良子又忍不住 他说 哎呀 他现在说不定就已经来了 这句说话说出口 不单只为天鹏耸然动用 就连麦白冷淡到死人的面上 也不敢露出种很奇怪的表情 镇住兄弟面识当同变了 什么 他真的现在就来了吗 那各位 南海良子印镇珍珠兄弟和为天鹏 麦白他们来这些书 究竟想做什么呢 欲之后事如何 则定下回分解 拜拜